欢迎来到我们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 并公开支持副总统贺锦丽参选 根据美联社统计 贺锦丽已经获得超过2500名民主党全国代表的支持 超出党大会提名门槛 竞选办公室也在24小时内筹得8100万美元 创下历届总统选举一天内筹款的最高纪录 贺锦丽表示 得知拜登退选时心情如坐过山车 但相信自己最终会胜选 并批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拜登也在自家海滨别墅中致电竞选总部 表明即使退选仍将全力支持贺锦丽 形容她是最好的人选 接下来我们关注马云和肖建华的旧照 这张照片揭示了两人之间的秘密交易 涉及10亿美金的地下帝国 最后我们将目光转向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州一场选举造势集会上遭遇暗杀未遂事件 美国特勤局局长坦言这是数十年来最重大的失败 并在国会作证时承认为安疏失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华尔街美国报道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接棒总统拜登后势不可挡 有望重现奥巴马入主白宫的盛况 拜登在连夜起草退选声明时 佩洛西和奥巴马合力施压 促使他做出这一决定 与此同时 拜登的年龄问题也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带来了压力 贺锦丽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竞选总部发表讲话 批评特朗普剥削女性 敲诈消费者 并强调自己在气候变化 能源及经济政策上的成就 表示大选不仅是他与共和党候选人的竞争 更是关于美国未来的抉择 美联社报道称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放弃禁逐连任 并公开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接棒参选 统计显示 已有超过2500名民主党全国代表表态支持贺锦丽 超出党大会提名门槛 这意味着她很有可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资格 贺锦丽在确定初选后24小时内筹得8100万美元 创下历届总统选举一天内筹款的最高纪录 她在竞选团队讲话中 称得知拜登退选时心情如坐过山车 但相信自己最终会胜选 并批评特朗普的种种行为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后首次发声 恳求竞选团队为贺锦丽效力 并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力挺贺锦丽 拜登在自家海滨别墅中致电竞选总部工作人员 表明即使退选仍将全力支持贺锦丽 并三度强调 我哪里也不去 她感谢团队为她所做的努力 恳求团队转向支持贺锦丽 并表示将利用剩余任期为儿童照护 降低处方药价格 抑制气候变迁 结束袈裟战争等努力 贺锦丽在讲话中表示 我们爱乔拜登及第一夫人吉尔 他们就向我们的家人拜登回应称 这是互相的 今日华尔街报道 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在一场访谈中坦率地谈论了堕胎问题 强调女性生殖健康权力的重要性 他指出 严格的反堕胎政策可能会导致母婴死亡率上升 并呼吁制定支持女性健康的政策 哈里斯的直言不会引发了广泛关注 尤其是在拜登不愿深入讨论此问题的情况下 他还访问了一家诊所 直接了解医疗服务的现状 进一步激励了支持他的选民 与此同时 民主党内部正通过虚拟选举规则 来选择新的总统候选人 而哈里斯的竞选活动 也在一个由黑人女性领导的Zoom会议上 得到广泛支持 吸引了4万4千人参与 星岛日报报道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在宾州的一场选举造势集会上 遭遇暗杀未遂 特勤局局长齐多在国会作证时坦言 这是特勤局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失败 齐多表示 尽管已为特朗普加强保安 但仍未能阻止枪手的袭击 枪手在行动前 曾多次在网上发布威胁信息 并追踪了多位共和党高官的行程 听证会揭示了特勤局 在保护前总统方面的疏失 联邦调查局局长瑞一也将在接下来的听证会上作证 众院议长Mike Johnson宣布将成立跨党派工作小组 深入调查这一事件 局势节目中报道 美国支持缅甸派非政治代表出席东盟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前往亚洲与东盟官员会谈 讨论缅甸危机 与此同时 以色列对加沙南部的汉尤尼斯 发动新一轮闪电战 导致至少7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200多人受伤 以色列军方命令当地居民撤离 并进行了猛烈攻击 最后 美国总统竞选在先波兰 特朗普宣布退出竞选 而副总统哈里斯开始争取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包括拜登在内的许多民主党人 现在支持哈里斯成为11月大选的党内候选人 中方日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 展现了对与俄罗斯对话的开放态度 他表示 通过战场上的努力削弱俄罗斯 将使乌克兰在谈判桌上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泽连斯基强调 虽然战争的最终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但他对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持开放态度 他指出 如果计划完全准备就绪 且俄罗斯愿意讨论 乌方将愿意与合作伙伴一起与俄罗斯的代表进行谈判 无论谈判对象是否为普京本人 他认为 国际社会必须对俄罗斯施压 迫使其考虑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冲突 而不是依靠武力全面夺回备战领土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对此表示 这比完全拒绝接触的声明要好 但具体措施和计划还需等待进一步观察 欢迎来到华尔街电视简报 我是孟与飞 今天我们有几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 香港非政府组织 Integrated Brilliant Education Limited Ibel联合创办人Manoch 子尔呼吁学校因为非华语学生提供更多支持 并启动了首家专为非华语学生设立的幼儿园 旨在提升他们的中文能力 接着 香港百年老字号刘妈记 因使用进口豆腐乳而引发的食安风波 揭示了现行食物安全法规中的漏洞 律师们呼吁需要对这些过时的规定进行审查 最后 台湾一名女子为无法从车祸中救出男友而举行冥婚 这一股老的中国习俗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感动 许多网友赞扬了她的勇气和责任感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电视 欢迎来到突发现场 我是华家强 今天的新闻内容丰富多彩 首先 中共中央台办主任宋涛表示 大陆愿意率先同台湾同胞分享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机遇 为台包抬起在大陆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旨在增进台湾同胞的福祉 接下来 我们将介绍全球首款液化天然气 LNG 加注运输船淮河能源启航号的命名交付仪式 这艘船由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建造 具有智慧平台和智慧航行等先进技术 能够在狭窄的内核航道灵活操控 标志着气化长江战略的重要进展 最后 美国特勤局局长切特尔承认 前总统特朗普遭受枪击事件事 特勤局数十年来最重大的行动事务 尽管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上多次被严厉批评 切特尔坚持不辞职 并强调特勤局已为特朗普的安全级别做了相应提升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想点就点 报道了中国即将迎来的重大变革 尤其是三中全会的部分内容 透露出一些重要信号 主持人和平提到 中国政府正在酝酿一系列的政策调整 可能会在经济 政治和社会领域带来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 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在党内的支持率迅速上升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热门人选 他的竞选活动得到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支持 党内关键人物如南希、佩洛西等也公开表示支持 最后 和平呼吁中国应积极参与国际事务 尤其是帮助乌克兰实现停火 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美国新闻01的美国简报节目 详细报道了中非南海补给争议的最新进展 菲律宾声称已达成补给协议 但中国随后增加了三个条件 包括拖走老旧的BRP-CRR-Modre 这引发了马尼拉的不满 观察家认为 这是两国管理海上危机的一种尝试 此外 民主党宣布了一个新的虚拟提名过程 用以选出接替拜登的总统候选人 这个过程将于8月7日前结束 最后一场由黑人女性组织的送通话 吸引了超过4.4万人参与 为贺锦丽的竞选活动 筹集了超过150万美元 显示出强大的基层支持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了卡马拉 哈里斯在民主党内迅速巩固 其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地位 拜登宣布退选后 哈里斯在短时间内 筹集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 并获得了诸多民主党官员的支持 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关键人物 公开表示支持哈里斯 预计国会其他民主党领袖也将跟进 全国许多民主党州长 如伊利诺伊州的聚毙普利兹克 和密歇根州的格雷琴、惠特默等 也表示支持哈里斯 尽管哈里斯的竞选总部 设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但他可能会将总部搬回华盛顿 民主党官员尚未确定 是否在8月初开始线上总统提名竞争 还是等到8月19日至22日 在芝加哥举行的全国代表大会上 正式推选出候选人 网易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他的第三次国情咨问中 面对国内外多重挑战 做出了多项重要承诺 首先 他强调将解决食品价格飞涨的问题 特别是大米价格的飙升 这已经引发了广泛的民怨 尽管菲律宾的经济数据看似不错 但通货膨胀问题依旧困扰着民众 马克思还宣布禁止所有离岸博彩公司运营 以打击金融诈骗和洗钱等非法活动 在南海问题上 马克思强调菲律宾在所谓 西菲律宾海的主权立场 但并未直接提及中国 仅表示将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争端 与此同时 菲律宾国内的示威活动 也在马克思发表演讲时进行 显示出他的执政处境相当脆弱 在中非关系方面 双方就仁爱交局势 达成了临时性安排 这反映出双方在避免危机上 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能否持久还有待观察 网易 美国总统选举的动态 引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 现任总统拜登因健康状况不佳 民调急剧下滑 特朗普的支持律则节节攀升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 选择了詹姆斯·戴维万斯 作为竞选搭档 进一步增强了他的竞选势头 面对这种局面 民主党内部压力巨大 最终拜登宣布退出竞选 提名副总统哈里斯为总统候选人 然而 奥巴马等民主党大佬 并不支持哈里斯 认为需要一个更有活力和经验的候选人 拜登的退出引发了市场的广泛讨论 但从历史经验来看 单一政治事件对市场的长期影响有限 黄金和美股的波动 更多是由市场内在的估值和技术指标驱动 而非单纯的政治事件 尽管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动态 引发了短期市场反应 但长期趋势仍需看市场的基本面 和资金流动情况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第五条影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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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